如果说起零售业巨头 沃尔玛当之无愧是全球第一 除了铺满整个美国版图的4000余家门店外 在中国也布局了将近500家商超 放着大好的市场不经营 却变着花样的耍小心思 结果最近 所有的中国门店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抵制狂超 近日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沃尔玛集团旗下的仓储式会员超市 Sams Club 也就是山姆会员店 一次下架了所有新疆产品 为了证实事情的真伪 由记者直接打开了山姆会员店APP的搜索栏 输入了新疆二字 随即出现了新疆哈密瓜 新疆和田红枣 新疆性等多个含新疆关键词共选择 但真正搜索新疆之后 却得到了 抱歉没有找到相关商品的结果 同时 在实体店中一直在山姆会员店销售的 新坚和田俊枣等产品 目前都已被下架 在山姆会员店的小程序和线上商城 也已经搜索不到任何的新疆商品 这还没算完 在京东商城的山姆会员店官方旗舰店中 同样也找不到新疆商品的身影 除了山姆会员店外 其母品牌沃尔玛超市 也全线下降了所有的新疆产品 这一连串的举动可是直接引发了各路中国消费者的愤怒 不少人纷纷上门去要求退卡 并声称 从此不再光顾任何一家沃尔玛超市 有消费者发问道 新疆的阿克苏苹果 库尔勒香梨 玉藻都很好吃 为什么要被下架 一位山姆会员店的顾客则表示 我的会员卡下个月就到期 如果下架新疆商品属实 那就不续费了 也有人称 希望山姆能给个说法 不然就坚决退卡 沃尔玛集团一看 事情闹得有点大 于是在接受记者讯问时连忙表示 搜索不到相关产品 是因为没有库存了 等有货了会重新上架 这明显是在搪塞广大消费者呀 一家店没有库存了 可以理解 难道全中国门店集体脱销 就算是集体脱销了 难道都是在一夜之间卖空的吗 这其中必有蹊跷 其实说起这件事的缘由 还要追溯到上周四12月23号 一项名为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提案 在当日由美国总统拜登签字后 正式生效 该法案将禁止新疆产品进口美国 除非企业能够提供明确 且令人信服的证据 证明产品非有强迫劳动制造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法案签署生效后发表声明称 解决强迫劳动问题 是本届拜登政府的优先事项 布林肯强调 目前美国已经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 包括签证限制 金融制裁 进出口管制 以及发布关于新疆人权状况的商业咨询等 所有这些都要求盟友和合作伙伴 共同采取行动 确保所有全球供应链 不使用强迫劳动 包括来自新疆的强迫劳动 据报道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正式生效是获得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一致支持 这在目前美国两党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实属罕见 此举还被视为是美国政府在北京冬奥会登场前再次针对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采取的另一强硬措施 这个月初拜登政府宣布不派遣官方代表出席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以外交抵制这项运动赛事来兑现美国捍卫人权的承诺 美国政府为了让这项法案变得合理且有据可图 还特别颁出了一条不常见的制度 那就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所包含的一项核心概念 即为可反驳的推定制度 这项制度大致意思就是 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 否则一律推定凡是在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 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 根据法案的内容 有关禁令将在法案生效180天后开始实施 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 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 并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 流入美国市场 对于沃尔玛来说 积极配合美国政府的政策 必定有其特别的目的 毕竟沃尔玛前段已经开始在中国地区开启关店模式 或许他已经认识到了在中国的市场 必定会随着更多本土品牌的崛起 而被越压越小 还不如趁此时机舔一把美国政府 然后准备淡出中国人的视线 从而实现所谓的一箭双雕 毕竟他们的老巢还是在美国嘛 而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法案 小编只能用 欲加之罪和患无辞八个大字来形容了 正如法案中那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那样 如果我们从另一面来看 美国政府又该如何证明 这些来自新疆地区的产品 是由被压迫的维吾尔人制造出来的呢 纯粹是一场打着新疆人的谎字 来恶心中国政府的小孩行为罢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